有一件大事 我看媒体报道不多 但是你怎么想都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之大 北约在哈萨克斯坦启动了所谓的维持和平行动中心 美国驻哈萨克斯坦的大使叫丹尼尔·罗斯布罗姆 昨天呢出席了北约在哈萨克斯坦的维持和平行动中心开幕一世 就这么一个事 你看是个简单新闻 但背后啊 事儿是大了 耗子拉姆先大头在后边 这个中心是为哈萨克斯坦的军事人员 提供培训的北约标准的军事培训 就是说现在的哈萨克斯坦的现任总统托卡耶夫 他非常急迫的要研究落实北约标准 这和前任的纳扎尔巴耶夫谨慎态度不同啊 这个国家换了头了 前任头头比较谨慎 在大国之间把握平衡 现在这个哥们急着靠近北约 这叫引狼入室知道吗 按照他现在的逻辑啊 现在俄国已经失去了对前苏联地盘的控制 他判断现在的俄国不是当年的苏联了 他就要利用俄乌战争 俄罗斯对这个地盘缺少控制的空档 要充分利用局势 从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来说 人家这么想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问题是哈萨克斯坦 有大量的丰富的制造原子弹的油矿藏 所以这事儿大了 核武器的扩散是个不得了的事情 现在北约和哈萨克斯坦拉起钩来 哈萨克斯坦的军队按照北约标准来进行训练和装备 对于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来看个地图 你知道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边界有多长吗 不不大呀 地图这东西厉害呀 长达7600公里 哈萨克斯坦的总人数1900万 其中哈萨克族占了1300万 如果听到这儿 您松了一口气 您就说 说的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事 你怎么知道不是咱的事啊 如果这条消息确实的话 那就意味着 北约和中国直接接壤了 北约武装的军队 北约训练的军队 直接就在中国的国境线的对岸 大家知道不知道 北约英雄长斯特尔滕贝格 这些北约的要人一直狂妄宣称 说中国不对 中国错了 中国又错了 中国又错了 中国挑战所谓国际秩序 北约要把边界扩及到中国的南海 那现在想不到突然间在这插了一把刀 突然间在这发力了 所以各位 您说这是不是大事 这对中国对俄罗斯来说 都是个非常严峻的事态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 有关方面正式的对这个事情 去确认或对这事情做出分析 大家从地图上 你能够明显的看到地缘政治的变化 将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 中国呀 和哈萨克斯坦的关系 应该说还不错 2019年的时候 双方就合作 强调和中共纪发展中哈 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23年5月17号 咱们国家法给委的主任 和哈萨克斯坦的外交部部长 分别签署了投资合作规划 应该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建交时间不长 92年才建交 02年就牧林合作条约 05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1年宣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而且中国哈萨克斯坦能源合作 也还不错 双方修建了一条跨境树油管线 叫中哈原油管道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线 ABC三线都过境哈萨克斯坦 这对于中国来说 战略能源方面非常重要 哈萨克斯坦复产石油嘛 中国是最大的用户 所以07年开始 对中国供气二千二个五年血液 决定从2019年开始 供气量扩大一倍 原来是50亿 现在扩大到100亿 后来又追加到80亿立方米 假如刚才所说的这个事情为真的话 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但是今天早晨7点钟的时候 我看有一条中文简讯 就哈萨克斯坦方面否认了这个事 画面怎么回事 视频怎么回事 人家西方通讯社宣传怎么回事 没有解释 但是哈萨克斯坦说没这事 哈萨克斯坦不是由外交部讲的 而是由国防部通报说的 说哈萨克斯坦没有开设任何北约中心 那是本月23号哈萨克斯坦国防部和行动中心新的会议厅投入使用 美国驻哈萨克斯坦的大使出现活动 这个中心06年就成立了 培训哈萨克斯坦维和人员 有点微妙啊 这件事发面是有 但是呢是维和中心的会议厅投入使用 就是这个单位装修了个会议室呗 装修了会议室 然后美国大使就来了 说这个会议厅06年就实用了 主要是用来培训哈萨克斯坦的维和人员 强调是维和人员 穿军装这些 说是维和的 但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在哈萨克斯坦的国防部的 所谓的解释的文字当中 没有假 谁来培训 按照什么标准培训 那既然是维和行动中心 外边传的是北约标准来培训 哈萨克斯坦的军事人员 那现在呢是军事人员不假 但是强调是维和的 又没有提北约标准之类的问题 所以这件事情啊 我们需要积极关注 现在还一时不好下结论 中国是个大国 中国周边的邻国非常之多 所以我们的这个地缘政治问题 较致像美国那样 挤灭环海的国家 要复杂得多 更何况中国做一个崛起的大国 有人看咱不顺眼 有人老是搞事 在这儿鼓包 在这儿鼓包 跟年轻的时候脸上起青春痘一样 哇不是这儿鼓 就是那儿鼓 一这儿 等咱真的崛起了 这事也就消停了 所以现在有个说法 叫做滚石上山呀 说到底 一切的一切 源自于我们自己 自强 把自己的事做好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 居民司马 赶紧收看 再见